那到期中興高中 搭著專心的漏派空間 除了讓學生有緊跟好的運動環境以外 當然開放讓附近的社區民眾來使用 大家社區向學校支援共享的目的 希望這次不會用社區基民 以及學生有良好的運動習慣 中興高中搭著多元運動設施漏派空間 在旁邊這間也開放社區民眾來體驗 學生跟社區基民清晰的活動 也成功達到後衡社區化的目標 那個有一點像坡度那個屁股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很棒啊 我覺得學校的這個非常好啊 對社區的 有一點上年紀的人我覺得還很好 而且這邊那個年輕的學生 我覺得好可愛 每次來都很高興 好好運用小小的空間 應正完成的運動器材 未來剛才學生可以利用 路的空間提心提供能力 當時也開放社區的民眾來使用 就算帶動社區民眾的運動風調 目前我們會在下午的四點到五點之間 那因為體育器材的實施有一些危險性 我們都需要同仁在旁邊協助跟關心 那尤其我們社區很多長輩 騎老他們更是需要來關心 所以呢我們必須在我們正常體育課之外的時間 來開放給社區使用 那因為這也是我們體育教學的場所 我們可以兼顧學校的體育教學需求 跟社區民眾運動的需求 獲得一個雙贏的局面 那因此我們目前規劃在下午的四點到五點之間 那讓民眾可以來這邊運動 我們體育老師有個全程在場來幫忙跟協助 在我們體育的訓練的話 就是像我們可以增進我們的各方面身體的肌群 所以在活動的過程當中就比較不會容易變累 然後就體力不是這樣子 就可以有這些器材來增進我們自身的體力 培養九尾部 後方社區法改造業務 好好成功進出做經費 現在正式來掛用 希望未來可以成為 落後時的困難期待 讓學生可以多多來利用 事實上教育部補助這個學校可以設置樂活空間 它就是為了要彌補譬如說雨天學校這個場地的不足 所以我們在採購設備的時候呢 也是利用這個體能的提升 然後採購了一些譬如說在一個比較沒有那麼寬裕的空間 可以達到的一個體能訓練 所以我們在設備採購的時候 是以這樣子的原則可以讓學生去多方的利用 中心高中落多空間 滿足學生分裂輸救 另外 拜日至拜五四點到五點的時間 也開放讓附近的機民來運動 讓社區和學校都充滿到健康運動的氣氛 樂活空間張開 去這裡有人從補兜 謝謝